今天,谈一谈马英龙之疮高的其他用法吧。 1. 唇泡疹 唇泡疹由单唇泡疆病毒所引起的一种急性泡疹性皮肤病,人是单唇泡疆病毒唯一的次安宿主。 此病毒存在于病人,恢复者,或者是健康带准者的水泡泡液,拖液及分辨中,传播方式主要是直接接触传染, 1. 和通过被突厌污染的餐具,而间接传染,表现来口唇附近出现成醋的泡疹,痛痒不疑,凸查此药膏,每日二到三次,可迅速致氧脂痛,促使泡疹干和结痂。 2. 日煞上日光皮炎 日光性皮炎是由日光照射皮肤后,通过光毒性作用,或光过敏性反应而引起的。 2. 日光性皮炎又称日光疹,医学研究认为,阳光中的外线皱增,会损伤皮肤表皮细胞,使蛋白日发生变性分解,毛细血管扩张充血,从而导致皮炎。 日光性皮炎炎正主要分布在颜面,颈部和手背的曝光部位,油翼额部,面颊为多,常代表皮成现红斑,秋枕,风团破水泡等,少数患者表现为红斑水肿或斑换,有类似于烫伤的感觉。 3. 日晒后症状明显加重,痛痒难忍,夜间游逊,适当地光后会有好转,一般患出皮肤色素增加,可持续多年复发,受晒处,皮肤表现红肿,造痒,灼痛,严重症可引起水泡。 3. 涂茶匙药膏,即改患出两宝舒适,痛痒减轻,每天涂一到两次,两天后症状即可,全部消失。 3. 小儿红臀尿布皮炎 尿布皮炎是指在新生儿的肝门附近,臀部,婚姻部等出皮肤发红,有伞在斑修症或泡疹,又称新生儿红臀,表现为臀部皮肤红肿,红斑, 严重症出现水泡,患部饮温水洗净擦干后,每日涂茶匙药膏二到三次,连用两天即可获预。 4. 肺泽 肺泽是夏季或炎热环境下,常见的表现性,炎症性皮肤病,因在肛温闷热环境下,大量的汗液不易蒸发, 4. 吃脚趾曾经自荣炸,含鲜导管变炸或阻塞,导致汗液猪流,汗液外渗周围组织,形成秋枕,水泡或浓泡,好发于皱壁部位,患部饮温水洗净擦干后,涂一次药膏。 5. 既食药,有可促食肺子消退,5. 浅度烫伤,轻度烫伤,先适速用冷水虫,致痛后,涂一次药膏,又消肿止痛,预防起泡和橄榄化浓,以及促进皮肤消负的作用。 6. 蝉腰龙带状套疹 蝉腰龙,又称蝉腰火龙,蛇弹疮,飞蛇和带状套疹,是由水道带状套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肤病。 6. 中医称为蝉腰火龙,蝉腰火丹,俗称蝉猪装,舌肝,其主要特点为促及水泡,沿移侧周围神经做群积带状分布,但又明显神经痛,初次改善表现为水泽,以后病毒可长期潜伏在脊髓后跟神经结,免疫功能减硕,各有发生的带状套疆病毒可在度活动,生肿繁殖,沿周围神经波及皮肤。 7. 发生带状套疹,带状套疹,带状套疹患者一般可获得对该病毒的终身免疫。 7. 乳窗,出现红斑者,患部引温水清洁擦肝后,凸查此药膏。 7. 每日两次,出现密烂,溃疹者,先以生理盐水清洁窗免后,带土腹药膏,覆盖纱布布病,每日换腰一次,此药膏又活顺化运,屈腐生机,促进育合之良效。 9. 暴水疮,龙泡疮,要明传染性龙泡病。 俗称暴水疮,是一种常见的,通过接触传染的前表皮肤感染性疾病,以发生水泡,龙泡,以破溃结龙家为特征。 9. 分次青春期挫疮,挫疮是毛囊皮直线单位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,主要好发于青少年。 9. 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,但青春期号往往能自然减轻或痊愈,临潮表现已好发于面部的粉刺,修准,龙泡,杰杰等多型性皮肤而非特别。 9. 面部先用温水洗净后,突刺药膏于患处,每日二到三次,症状严重者,请及时就一,深,来证实马应龙治疮高的经济,经济,一,强烈线肥大, 9. 清光炎患者进入,2. 补乳其妇女进入,注意事项,1. 本皮为直肠急药,禁止内服,2. 继烟酒及辛辣,油脑,刺激性食物,3. 保持大便通畅,4. 高血压,心脏病,反流心食管炎,为肠道阻塞性疾患, 2. 价状现性能抗击,快养心结肠炎,患者慎患,4. 放置时采取侧位,动作以轻柔,避免出血,置入适当深度,以防滑脱,9. 药品移存放在阴凉干燥处,防止受热病行, 11. 对本品过敏者请用,过敏体质者慎用,12. 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,13. 儿童必须在全人监护下使用,14. 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,药物相互作用, 1. 本品与金刚完案,阿托品来要等同用时,本品等不了反应可加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